Professor Law, today I will prove the Fibonacci name and I first have to do the third question and then do the fourth question 所以我现在要先证明55它是一个Fibonacci的数 然后它是后手会赢的 然后57它不是Fibonacci的数 那这个时候后手就输了 那我们先证明55它Fibonacci的数 它后手会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55拆分成几个连续的 比它小的Fibonacci数 拆分成34加21 然后21可以拆分成13加8 13可以拆分成5加8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先来一个小的 就是来一个8 那这个时候先手先取 先手先取的话 它肯定不想让后手一下子就把后面剩下的取完 最肯定要取小于8分之3 那这时候先手就取2 那剩下6后手取1 剩下5先手取1 剩下4后手取1 然后剩下3先手取1 剩下2后手取2 那这时候后手是赢的 那这样有两个8的话呢 这个过程重复两次 那最后结局还是后手赢 那那就再看一下5的 就是在5的里面呢 先手还是不希望后手一下子把剩下的取完 所以先手肯定能取1 那后手取1 那时候剩下3 那先手只能再取1 那后手取2 那后手赢了 然后那最后还剩下一个34 其实是一样的 那34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种情况 就是在34里先手取了11 因为它小于3分之34 然后剩下23 后手取了7 因为小于3分之23 然后剩下16 先手取了5 剩下11 后手取了3 剩下8 先手取了2 剩下6 后手取了1 剩下5先手取了1 剩下4 后手取了1 剩下3先手取了1 剩下2 那后手就把2都取走了 那所以second people就赢了 我这里面S代表是second people F代表是first people 那这时候我们就证完了 就是这个费波纳西数55 在他们玩这个博弈论游戏的时候呢 后手是赢的 先手是输的 那我们再来证明57 这时候先手是赢的 后手是输的 那57的话呢 可以总同为55这个分波纳西数 加上2这个分波纳西数 那它就可以55可以拆成34 加21 如果先手想赢 这个时候它就要取这个 不连续的这个 这个费波纳西数的部分 就是它取了2 然后呢 就是后手S就取了一个 费波纳西数的 就等于它在费波纳西数里 成为了一个先手 所以实际上的second people 就转化为了thefirst people 在55里面 所以那刚才我们已经证明了 在55里面 如果作为一个先手的话 它是会输的 那这时候这个second people呢 就是在这剩下的55里面 就会不可能第一个取完 所以它就输了 那这时候 second people就loss and the first people will win 那我们就证明完了 这个55和57的两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要再证明一下 费波纳西博弈论的真正的定理 那我们先要知道有三个characteristics 第一个就是fn等于fn-r加fn-1 第二个是2倍的fn大于fn加1 第三个是4倍的fn小于3倍的fn加1 那我们想要证明这个我们可以用第二数学归纳法 然后那么当n等于1的时候fn等于2 这时候先手必输 因为先手只能取1 因为它不能全都取完 所以后手再取1 那后手就赢了 先手就输了 那当n等于2的时候呢 fn等于3 这时候先手还是必输 因为当先手取了 先手不能都取完 当先手取1 后手可以取2 后手赢了 当先手取了2 后手直接取1 那后手还是赢了 先手就又一定输了 那我们就设当n小于等于k的时候 满足条件先手输成立 那我们来讨论n等于k加1的情况 如果n等于k加1的情况还是先手输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假设完全成立 那如果这个n等于k加1不是先手输的话 那这个假设就不成立 那么我们还是 我们可以根据性质知道 fn fk加1等于fk加上fk减1 那这个时候呢 fk小于2倍的fk减1 因为根据这个性质可以得到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就应该小于fk减1 加上2倍fk减1等于3倍的fk减1 那fk加1就小于3倍的fk减1 那先手不想让后手一次拿完 先手就要拿小于fk减1 那我们已经假设fk减1满足 先手无论在fk减1中拿多少 后手都会拿到fk减1的最后一个 那先手其实希望他 他自己希望自己呢 能拿到最后一个 那他就不想让fk减1下来 被后手拿完 实际上他是 他是希望自己最多不超过 3分之1fk减1的 但他不超过的话 他最后还是会被后手先拿完 那这时候他又希望自己能 拿到fk 就是他一次取完fk 如果他能一次取完fk的话 他就又赢了 可是 那我们就来证一下 他是不是可以一次性取完fk 他最多是不超过他的 那我们就假设他最多可以取 取到1分之1fk减1 那后手最多就是他两倍 就是2分之2fk减1 那之后先手最多就可以取到 3分之4fk减1 那我们要讨论这个3分之4fk减1 是不是比fk要大 如果大的话 那先手就一次性把fk取完了 那先手就可以赢 否则先手就赢不了 因为他又进入了一个 就是fk减1的情况 那我们 那根据 其实根据第三个性质可以知道 就是3分之4fk减1 是要小于fk的 那这时候就说明先手 不能一次性把fk都取完 那先手没拿完fk 他实际上就转入了一个 和fk减1的相同情况 就是要比fk小的一个 肺部纳线输 然后先手还是先手 那这时候 先手拿来拿去 肯定先手输了 先手输了就后手赢了 那假设就成立 所以当fn为一个 肺部纳线输的时候呢 先手肯定输 后手肯定赢 那我们就证明完了 肺部纳线博弈论的正论 那之后呢 就要证明一下 非肺部纳线输 为什么先手肯定会赢 后手肯定会输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定理 就是奇肯多夫定理 对于任何正整数 都可以表示为 若干不连续的 肺部线输之和 那我们设一个非肺部纳线输 就是n等于 fn1加上fn2加上fn3加很多 然后设n1小于n2小于n3 假如说先手取了fn1 n2大于n1 然后n2n1不连续的话呢 fn2是要大于2倍的fn1的 fn2又等于fn1 n2-1加上fn2-2 那这个时候fn1实际上是小于fn2-2的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fn2是大于2倍的fn1的 然后 那我们先手取完了fn1 后手最多只能取二倍的fn1 但是二倍fn1是小于fn2的 所以后手没有办法马上取完fn2 这是fn2 所以它就变为了先手 那它在一个费波纳线处理变为了先手 那fn2就会被原来的先手拿完 就是原来先手变成了后手 但是这是原先手 变成了后手 原后手变成了先手 所以fn1会被原来的先手拿完 那以此类推呢 那原后手还是拿不完fn3 所以呢 它原后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先手 就是它拿不完fn3 所以最后呢 又被原先手拿完 所以先手到最后是获胜的 就是原来的先手变成了后来的后手 原来的后手变成了现在的先手 所以最早原来先手就赢了 然后这个非费波纳线书的定义也证完了 那就都证完了 我刚才有一个口误是fn1小于等于fn-2 因为它可以取 它可以等于fn-2 因为它只要不连续 然后它取到下一个就是fn-2 对 然后就证明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